为了拉近和民众之间的距离 加强节电宣导的效能 台电花莲区营业处 19号举办了公共艺术活动 除了展示新大楼的公共艺术造景 也邀请艺文团队音乐演出 还有爬电杆搭升空车的体验 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有趣 台电花莲区营业处新办公大楼 今年落成启用 其中还特别规划了公共艺术造景 19号上午台电花莲区营业处 举办了系列活动 广邀社区民众来参与 今天我们是一个公共艺术的 民众参与的活动 因为我们这一栋公共建筑 在今年2月底正式启用 其实搭配建筑物的启用 我们除了有一些公共艺术品的设置以外 另外我们今天也特别规划 一个民众参与的营业会 台电还是逐渐在随着环境在调整在转变 台电以前就是所谓的比较偏工程师文化 它负责电力稳定供电 但是都比较偏向工程方面 那现在随着环境的改变 当然希望导入一些比较软性的素材 还像一些艺术品的设置 或者像这种民众参与的营业会 那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用户 我们花莲市民的好邻居 19号的活动有在地艺文团体现场表演 有互动式节电宣导 还有闯关活动 让民众更感兴趣的是 现场可以体验穿戴安全护具爬点灰条 以及搭升空车的活动 让一般民众也可以感受到台电工程人员工作的辛劳和惊险 台电表示希望借由各种活动 让民众了解生活当中简单的举动 都是节约能源的小paypal 让节电不再只是口号 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 也希望民众可以用实际行动 珍惜得来不易的资源 也为地球环保来尽一份心力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